腊肠灌制好之后 下一个环节就是风干晾晒 风干晾晒的最佳温度是-4度到正10度 多伦多地区做腊肠的最好的时间段 就是10月下旬到11月 因为这个时间段温度合适 而且雨水比较少 我们这次呢 这第一批做的是原味的和麻辣两个品种 晾晒架呢 最好搭在这个通风处 你看我这正好是个风口 如果温度太高 或者出太阳的时候呢 你最好搭到室内 或者呢这个搭上扇布 防止这个太阳晒直接晒 你看这就是原味 原味肠 这批呢是麻辣味 四川麻辣口味 今天的话呢是这个 我看了一下整个这一礼拜啊 只有今天是超过了10度 而且呢有太阳 所以呢这个扇布给你盖一下 另外雨雪天气呢 要遮盖一下 晚上最好把它都用这个扇布盖上 因为你不知道晚上是不是下雨 就是万一下雨下雪的话 因为这个腊肠啊 最忌讹会沾雨水或者沾雪 来看这儿的盖子是这个扇熬以后 防晒防雪防雨 两边这个挡板呢 还可以防止这个浣熊潘爬透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